大家好,我是Rainbow Yee 大家好,我是Kid 香港現在競爭很激烈 尤其是讀書 所以我的小朋友上了小學之後 開始有點壓力 未來也有想過送他們去海外升學 Kid,你好像去過澳洲讀書 你有沒有想過送他們去? 我大女兒喬喬,接下來都升中 其實也有想過送他們去外國讀書 但現在海外升學和我當年已經有很多人不同 始終很多國家和學費方面都多了很多選擇 我們今天有海外升學顧問Eve 我們可以趁這個機會 和他諮詢一下他的意見 Hello,各位好,我是Eve,梁曉芙 我是Base在英國 專門幫學生去英國升學 以及在當地照顧他們 Hello,Eve Hello,你好 我想問一下 其實如果小朋友去海外升學 有沒有說哪個國家比較適合? 其實在香港來說 大部分的家長都會選擇一些英語系的國家 英語系國家可能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英國等 不過近期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國家家長都會選擇 例如東南亞、泰國、馬來西亞、德國和日本 再加上北歐的地方都會選擇 我現在的小朋友是9歲和7歲 如果現在就送他去海外升學會不會太小? 有些學生我們最小 其實八歲已經自己一個人去寄宿 對,很熟悉的 不過其實那個學生又非常好 我們去年疫情的時候 我們又去機場接機 他一個人自己坐飛機過來 所以我反而覺得 大家越早準備 小朋友越準備 什麼年紀都可以過來升學 我當初去外國讀書 其中一個遇到很大的困難 是我自己不舒服 還有一次我試過被蟲咬進醫院 其實當時父母都很擔心 我想問一下 小朋友去外國升學 有沒有什麼醫療保障 首先我們會分兩批 第一種就是國家會提供醫療服務 例如英國 外國學生做簽證的時候 已經要給國民保險費用 即是怎樣呢 到了當地來講 九成的醫療 例如我平日去看醫生 住院做手術 這個都會是政府的醫療費用 醫療系統裡已經是包了 不過另外一種 就是靠你們自己買的保險 去承擔費用 例如澳洲 加拿大 美國 都是用醫療保險去承擔費用 雖然留學生可以使用到當地的醫療保健服務 但有機會要預約輪候 未必可以在短時間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醫療方案 即使在香港買了醫療保險 但市面上部分的醫療保險設有地區限制 只是保障香港或保單條款列明地區的醫療費用 而蘇黎細智學寶就特別為海外學生而設 不論是去到內地做短期交換生 去到日本修讀短期課程 還是去到外國全年留學 都可以提供合適的保障 保障期還很有彈性 短期課程計劃由一日到六個月 全年留學計劃最長還可以去到兩年 小朋友一個人在外地 家長一定會很擔心他們照顧不到自己 如果不幸遇上意外或患病時更加處理不到 蘇黎細智學寶在醫療方面保障高達100萬港元 包括海外門診、專科及物理治療 並包括返港後的覆診費用等等 更加提供24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在遇上緊急事件時成為家長的後盾 另外對進行學校活動時發生的意外 以及交通意外以至死亡或永久傷殘 都會提供額外賠償 如果你們的子女喜歡玩冒險活動都可以放心 因為海陸空冒險活動 包括好受學生歡迎的體驗水費潛水 獨木舟、歷期訓練等的水上和室外活動 包括是城網體驗、戶外攀石等等 都在保障範圍之內 萬一受補人因為意外、患病或特定事故 而需要提前返港 智學寶也會賠償未使用的旅遊費和學費 蘇黎世更加承諾在14天內完成理賠 務求令學生和家長都可以盡快得到幫助 其實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家長固然擔心 但另一樣很擔心的就是學費 有沒有說我需要大概多少預算才可以送小朋友去海外讀書呢 其實我做的學生是以中學生為主 所以現在大約的學費平均來說是35萬一年左右就可以了 這個已經包括大部分的英語是國家的學費 至於你說最便宜可以多少錢呢 12萬一年就夠了 12萬一年? 12萬一年都是一些英國的寄宿中學 裡面已經包括了三餐、住宿、學費 全部已經包括了 如果你想找一個比較便宜的國家 其實加拿大相對於都是比較便宜的 好了 既然放了這麼多學費 這麼多資源 是不是真的在外國的發展會是真的好一點呢? 其實現在很多國家都吸引海外學生 所以他們都可以讀完書留下 我相信你都知道澳洲是有這樣的計劃 例如英國都有兩年 現在加拿大好像是有Stream A和Stream B 都是大概讀完學位一年兩年都已經可以留下 所以我覺得反而去外國是給多一個機會 小朋友選擇他們自己的出路 其實去外國升學 申請方面有沒有說要預算多少時間 以及流程其實是要多久左右 如果我們先說比較普遍一點 就是何時公開考試 譬如歐洲這樣 你們每個州都有一個中六中七的試 那你就要趕在那個試之前一兩年就要到 譬如英國這樣 它有兩次公開試 一個就叫A-Level 一個就叫GCSE 你亦需要兩年前已經到英國 譬如說BNO移民比較多 那大家其實為何趕著暑假走 就是很多時候他們要趕中學派位 譬如說在英國這樣 你一定要在六年級的十月三十一號前提表 你才可以參加到中一派位 那就是順延分來說 你就是要六年級的九月已經有學校讀 再退回你要五年級的下學期走 是啊 今天很開心A-Level 可以幫我們解答到這麼多可愛升學的問題 作為家長當然是緊張小朋友的讀書 所以現在知道了可愛升學並不是遙不可及 亦是可能更加適合小朋友的發展 都真的可以想想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問問升學顧問幫忙 拜拜